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教 有朋友提到说,涛哥你说说比特币 比特币我们说过一期节目 但是当时我们说过之后没多久 那是大概从七千多呀 咔咔咔往上涨 那家伙吃了烟火了 吃了烟火的意思就是说 挡耳踢脚往上放 最高冲到一万九千六百 我忘了那是人币还是美金了 应该可能是美金 那不是挣钱的事了 对吧 那应该买天买地买月亮买星星 买媳妇买男人 那就不用说了 那哪是钱呢 那哪叫挣钱呢 那根本不叫挣钱呢 挣钱他得挣啊 对不对 他得一个提手 一个争 他得玩命啊 这得瞎家伙 这个不用下家伙 他坐在家里头 喝酒 吃香的喝辣的 他都来不及 吃香的喝辣的花的钱 赶不上这比特币往上穿的 没错了 这是这是真的 他穿的穿的人的 不仅仅是心花怒放 穿的人也搞不懂怎么了 在昨天21号那天 我看了消息说 比特币的创始人 想要清盘了 这老爷们 是不是难道不知道 我就说这老爷们 你说什么不好啊 你说什么清什么仓啊 清什么盘呢 他说完了24小时 圣诞节的最后一个 圣诞节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所有期货市场 都将在今天关闭了 对吧 一直等关节了 关节再说了 那你在这看脚上说了 24小时 比特币暴跌了百分之三十几 大概百分之三十多 说法不一啊 有的甚至说更多 大概从一万六千多点 一万六千多 穿到一千一 穿到一千一 大概是这样 因为各家爆盘的 可能是在纽约 芝加哥 或者东京 香港 伦敦 多少有一点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呢 上下幅度的差距呢 因为它都到了将近两万点了 那你上下幅度几百点 都不当回事了 现在是几千点的往下层 大概扔下来六千多点 可能是扔下六千多点 所以今天刚才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中午的说 几乎包括华尔街日报 纽纽约时报 华尔盛顿邮报 包括什么财富 英国的金融时报 都在从不同的角度 在报道说 比特币怎么了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 怎么的 抽鸭脚风 这东西就跟赌场一样咯 对不对 就跟赌场一样咯 赌的是命 凭的是运气 赌的是命 凭的是运气 个个都扭插 你再扭插的人 有几个人想过 你手里的比特币 可以跑到 一万九千六 有几个人想到 一个跟头下来 能遮到一万一 有人说有人知道 那没关系 我也相信 可能有人知道 可能那个人 在当初这事情 没发生的时候 跟你说 你非得乐 你们有病 吃药了 好 你肯定是这么说 就像我们跟大家 我说这东西不用玩 这东西玩进去 没关系 你出手吗 你把它换成钱吗 你能够洗手吗 金盆洗手 说就是不干 我手里有十个比特币 对吧 有十个 我当初两百块钱买 我今天变成了一万九 我卖了它 那你肯定会跟我说 涛哥你少跟我说的 你还说过 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你干嘛让我结账 你结账我不就有数了 那没关系 对不对 人的福分就那么多 人的财富就那么多 你牛掰 他牛掰 装在兜里是钱 没装在兜里是屁 你买个房子五万块 今天这房子值五千万 这今天这房子值五千万 而房子的本身 你在里头吃喝拉撒睡 跟你五块钱买的书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很多人就不懂 为什么没跟你说 老好的一个人了 老好的一个生命了 你就那么糟蹋自己 在利益中 在欲望中 这是真正的现实中的 可以追溯的虚无 因为你拿着五块钱买的房子 变成了五千块 这是真正手把手的 可是你认为是真正手把手的 到了五千块钱的时候 你根本不卖 因为你觉得他会值五万 但牛脸房子塌了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最真实的虚无 最真实的虚无 而你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你从五块钱到五千块钱 你的激动 你的心跳 你的狂欢 你的美妙 你的梦想 你抽的抽的杨小凤 就是你脑袋中想的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值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 就像是比特币似的 这是真的 涨到一万九千六 是真的 你激动是真的 你不卖也是真的 一根头扎到今天一万一 它还是真的 你就不想说 如果你是两百块钱买的 你就抽自己来 对外头你不说 对外头说没事 我那是两百块钱买的 它能跌到奶奶家 它也跌不到我两百块 就是我还是挣钱的 但是牛脸自个儿喝酒的时候 妈 真的 当初我要 当初我要卖了 我现在我再进去 我跟你说 我就挣了翻翻了 听了哭叫就不中装进来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所以 我刚才说的很简单 都在证命 证命的人凭借运气 叫命运 另外一个命运的人 赵薇 习近平 推出了习近平经济学 和习近平经济思想 在中共党内 中共的经济会议呢 开完了 可是这个会呢 让人们非常吃惊的 就是 他不谈债务 不谈杠杆 而在 不谈债务 不谈杠杆 却主要谈到了金融安全 和金融威胁 我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债务是他不可翻身的东西 非常危险 杠杆是置参于死地的 这都是金融体系当中 随时爆发的 不可控制的 甚至不可控制的因素 而这一份因素 对今天习近平而言 它更大的意义 是政治因素 就是 它会促成 今天的 他的习近平思想 和习近平 理论核心等 一切都将成为 他未来的罪名 成为人家打击他的借口 所以 在他 不根本当 以政治权斗为核心的 今天的现实 这个时间点上 他的经济会议本身 只能成为一个佐证 只能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附庸品 他会回避主要矛盾 他要不回避主要矛盾的话 那个主要矛盾本身 他知道不好处理的话 他将 如果他今天坦诚面对债务 面对杠杆的话 他知道当他处理这样事情的能力 非常有限 获胜的机会非常有限的时候 他将成为中共党内 他的敌手 一句话 凡是他阻挡了人家挣钱的人 将以这样的罪名打击他 所以这就在我眼睛里 习近平 我看到习近平的经济工作会议的 一个核心 这个根本 那 但是金融安全是他致命的 新京报20号 自从赵薇试图利用50倍杠杆收购万家文化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三大官媒 透过不同方式 报道过赵薇 旗下的媒体都表达过 赵薇是空手 逃白朗 那 在经新京报转载 在这个 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 20号 今天是22号 行李三结束 20号结束 所以你看到他 习近平在 19大之后 赵薇折了出事 那是有原因的 拿他当点炮了 我以为拿他当点炮了 而他点炮的原因 就是因为白手套 空手套白狼 那他这是表示上 而他的核心就是金融安全 19号 新华社报道回望 2017年中国A股时 用了八个关键词 其中只有一个是人名 叫赵薇 近年来赵薇在资本市场上 长袖善武 甚至一度成为投资明星 然而 在六千万资金 想撬动 三十亿元的上市公司资产中 杠杆比例高达五十一倍 无怪乎收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告知书了 这个事情发生是一年前 一年前的2016年的10月22号 23号 这个时间就是赵薇最得意的时候 一个月之后 萧建华死了 而赵薇当时收购万家的 真正背后的实力者 萧建华 所以这是给我感觉有点 是赵薇看着他年怎么过吧 人自个儿的事 12月11号 新华社在回顾 今年金融领域的监管时称 近期赵薇夫妇被罚五年 进入证券市场 而证监会对赵薇做出处罚决定后 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 头版评论说 龙威传媒收购万家文化仪式 本质上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那我们知道 从11月份开始 也就是19大之后 中共的纸媒宣传系统 那应该是控制在习近平的旗下 为他最主要的打斗的目标 或者说控制的目标 在做舆论宣传 新京报讲 纵观新华社对赵薇的报道 显然将其立为资本市场 严厉监管的典型人物 11月9号 狭客岛发表TV 赵薇夫妇被罚 整治金融乱象 监管层不吃素 该公告上只能看到该篇的文章的标题 内容被删了 所以内容被删了 同样显示出在相关问题上之间的这种 中共上层的这种 我觉得是搏杀了 应该是这个成分在其中了 那中国经济周刊曾经也登到有关 这个狭客岛相关的文章 相关内容 提到的同样是6000万撬动30亿的杠杆做法 而在这个央视东方时空里报道 赵薇夫妇被监管重罚一事 透过连线连接了财经专家 叫做张连起 说赵薇夫妇收购是空手套白狼 名人效应 一样逃不出监管的本身 那这么个说法的话 就变成了赵薇成为了今天习近平 打击金融腐败金融安全当中的 头面式标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